小月月参加薛之谦演唱会玩嗨了 7月13日小月月现身薛之谦演唱会 并且合唱了跟薛之谦一起创作的歌曲《醒来》 《醒来》是小月月和薛之谦在参加《无限歌谣记》时 共同创作出的一首歌 这首歌短短上线一个月就播放量破亿 并且获得了酷狗最受欢迎创作单曲奖 当初因为小月月进不去拍子的问题 薛之谦是煞费苦心 尝试了各种办法才让小月月能够成功演唱 好消息小月月这次终于进队拍了 坏消息她跑掉了 没想到几年过去了 小月月拍子进队了却跑掉了 把薛之谦都逗得笑场了 别的歌手跑掉直接就想退票 但月月跑掉真的好想笑 据悉小月月在前一天这首歌排练的17次 看来是白排练了 看到两人把头仰靠在对方的肩膀 也让许多人梦回《无限歌谣记》 除此之外 小月月还独唱了一首粉色的回忆 之前小月月还是有点紧张 说话唱歌一直看着提词气 但一唱起歌来 小月月立马就像换了一个人 不但热情地跟观众互动 还蛮常跑了起来 就连小月月都感叹 看得出来小月月非常的喜欢这个舞台 也非常的喜欢唱歌 在唱完之后 小月月非常的不舍 一边说着 舍不得一边跟观众再见 不得不说 以观众席星光景的那位背的镜头 真的太美了 之前小月月在专场时就表示要开一个演唱会 如今虽然不是自己的演唱会 但也算是在演唱会上演出过 圆了自己梦想 而且还是鸟巢 小月月也是相声界第一个登上鸟巢舞台的人 而且师娘也答应小月月要给她开演唱会 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希望有一天师娘能够给你开一个非常大的演唱会 让你能够满足 能够让你开心 我记得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开心 今天这首歌也欠给她 也欠给天几天所有的妈妈妈的歌 小月月开自己的演唱会也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一场演唱会下来 需要的歌曲还是不少的 小月月还是要多努力学习更多的歌曲 要是不行的话 德云社所有演员来个合集演唱会 毕竟现在许多专场演员都有自己的原创歌曲 再把张云雷请来 那就妥妥的了 你们觉得呢